八条让你脱胎换骨的人性顶级思维 尤其是最后一点 不懂得人可能会吃大亏 希望这条视频能改变你的现状 大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如果你能耐心看完这段视频 可能会比读一百本书更有用 记得点赞并转发给身边最好的朋友 第一 不断突破舒适圈 打破舒适圈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去做那些你不会 或者你觉得害怕做的工作和事情 你会发现慢慢开始就不那么害怕了 最难的在于迈出第一步 成功其实就在恐惧的另一端 第二 不炫耀 不张扬 不秀优越 发财的事情千万不要向任何人透露 在这个社会里 每个人都喜欢钱 渴望发大财 如果你找到了发财的门路 赚到了丰厚的钱财 千万不要对外生长 你可以默默的发财 但如果你招摇过势 逢人就说 很快就会引起别人的嫉妒和反感 阻碍你发财的步伐 在社会中 钱在手中拿 你需要学会暗中发财 而不是四处炫耀 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你好 第三 人性的一大本质是欺卵怕硬 落落强识 因此你可以善良 也应该善良 但你的善良必须要有锋芒 要有雷霆手段 否则你会被人欺负 第四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今天他可以和你携手同行 明天也可能反目成仇 第五 狗咬人咬生人 人咬人咬熟人 狗咬生人为主人 人咬熟人为自己 人和狗的最大区别在于 狗永远是狗 人有时不是人 你喂狗三天 狗会记你三年 你对人好三年 一天不好就翻脸 第六 当一个人越没有本事时 越喜欢抱怨社会和指责他人 越喜欢在背后议论玷污他人 第七 不害怕离群所居 可以享受孤独 可能大家已经习惯了三五成群 和自己的好朋友天天一起玩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遭遇一些挫折的时候 你想把你最不堪 最脆弱的一面 展现给自己的朋友 他们有没有办法感同身手 又或者说 你能不能完全信任他们 人是永远没有办法去理解另一个人 要学会自己治愈自己 因为只有给自己解开心理的那个结 那么你才会找到真诚的自己 永远不要第一时间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永远相信自己 第八 即使再困难也不要抱怨 语言是一个很有魔力的东西 贫穷是一种病毒 而消极的语言正是这种病毒的载体 语言无时无刻都在影响你的思想 创造你所经历的一切 越是困难的时候 越要表现出积极乐观的心态 记住 嘴是你一生的风水 脸是你终身的名片 相信相信的力量 凡事发生在你身上 都有利于你 都是好事 幸福的生活 一定是从调节自己的心态开始 你说对吗 看到这个朋友们 留下顺风顺水 12024我们越来越好 苦尽甘来 我是顾军辉 每天分享认知智慧 期待大家的点赞关注 谢谢